短指 平常我們不管用Google還是一些服務 雲端服務 產生的短指雖然很短 但是短到太誇張 因為大小學又加數字 哪一個記得起來 反正既然那麼短過了就算了 不然就用QR Code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做比較後面的QR Code還少不到 還要特別打到前面 這樣就麻煩了 其實不用 你用這個GG.GG就好了 對 是的 就這樣GG.GG 你看喔 比如說我要產生我們今天上課部影片的網址 短 取得有沒有很長 你這樣給別人 別人都不容易記 不容易記 雖然可以記奶 但是你看我現在GG.GG 把你的網址貼進來 可是你不要那麼快就按這裡 這樣還是產生你看不懂的 因為它可以自訂 了解嗎 可是你可以自己打啊 這樣不是比較容易記嗎 對不對 就算你要給同學打 它也不會說 老師你那個我記不起來 QR Code我少不到 你就產生 當然唯一的缺點是什麼 如果人家用了就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用0.2嗎 因為林立給我那個互動白板用走了 按下去 這個就是你的網址啊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我在簡報裡面有時候我現在大部分都是用這種方式 就算以後它這個服務不在了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啊 因為你的簡報檔還在你家啊 只是轉職轉不到你家而已 而且我們大部分會給人家短職都是臨時性的比較多嘛 你永久性的當然就像你剛剛這種 是不是就產生永久性的 對不對 短職的部分我就暫時產生一下就好 所以這樣子真的比較好記憶 真的比較 因為你可以記憶自己的 這樣 OK